据美国国家意义网站7月7日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已经批准了最新一批9A524型300毫米火箭炮,这种300毫米火箭炮的作战能力相当出色,且俄罗斯为了方便出口,将之前拥有12门300毫米发射管的火箭炮削减为了6门,虽然降低了威力,但也缩减了成本,且更适合小国使用。 这种先进的火箭炮拥有非常不错的作战能力,但局限一直不出口,现在俄罗斯计划出口这种先进的300毫米火箭弹,实际上也是受到了现在武器出口的限制,目前俄罗斯在武器出口上一直受到了限制。 主要就是因为在技术上拼不过美国,在性价比上永远不及中国,近几年出口分额疯狂下跌,在算上引渡也开始购买美国武器,俄罗斯自然会迫切想出口更多先进武器了。 9A524从性能上来看,确实是一款相当不错的火箭炮,技术上虽然没有什么特点,但却拥有俄罗斯火炮的传统优点。 那就是威力足且品质耐用,足以保证绝大多数中小国家使用,尤其是火箭炮,俄罗斯一度是全球大口径火箭炮的最先进的制造商。 即使是相对于美国也能保证绝对的优势,俄罗斯上以待的新级火箭炮满变全球,极著名的BM-21冰雹型,这款火箭炮出口到了全球超过30个国家,且现在还有超过25个国家在服役,包括国军也保制了这种火箭炮,并且装备了数百辆,这种122毫米,40关火箭炮的射程, 虽然不到20千米,但却是最出色的中距离火力压制武器,被称之为冰雹型火箭炮,打击能力非常出色,但俄罗斯的火箭炮却略有一些后期无力,在BM-30出现以后,虽然一度称爆世界火箭炮王丹,并且成为唯一一款射程,超过60千米的大型火箭炮,但随着苏联的解体,这种重型火箭炮, 反而在我陆军开花结果,衍生出A100,PHL03等一系列型号,整体作战能力远超俄罗斯的同类型号,结赏全球出口了大量产品, 甚至有不少国家在我军火箭炮的基础上衍生出了陆军战术导弹二次出口,这实际上是相当出色的成绩,而现在俄罗斯也开始计划生产型一代的先进火箭炮计划出口了, 随着这种先进武器在全球的大规模捕获,俄罗斯在军火出口上的颓势虽然未必会迅速挽回到可以和美国争锋的水准, 但挽回一定的军火市场份额却不难,尤其是之前的白俄罗斯等国,很可能会重回俄罗斯怀抱,且随着这种火箭炮的出口, 俄罗斯很可能还会出口期待一系列的先进装备,按照俄罗斯之前计划出口苏57战机看,俄罗斯现在很可能已经到了除了核弹什么都卖的地步了, 新一代火箭炮在俄罗斯军队里的优先度并不高,而俄罗斯陆军目前已经计划重启之前装备的2S7型榴弹炮装备,可见就目前情况而言,还是先进的大口径榴弹炮, 最让俄罗斯军队着急,但研发这些武器也是最难的,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放闻TT 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